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反骨瑜伽会馆的俊 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 如何通过瑜伽来减少腹部上的多余脂肪 那今天呢我们推荐三个瑜伽动作 来针对性的减少一下腹部脂肪 首先呢我们采取坐姿 双腿呢我们先把它弯曲 让脚掌向下踩地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哈 大腿和小腿的夹脚呢是90度 也就是说呢 不要太往回收 夹脚90度之后呢 膝盖要控制一下 不可以往外侧分开 要始终的往中间夹紧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啊 先让后背向上挺直 吸口气把胸口往上推高 呼吸的时候后背往后 倒到斜角60度左右的时候停下来 这时候哈切记千万不要低头 低太多也不要抬头往上看 那眼睛呢直视正前方保持住 然后我们尝试一点 把你的右脚向上抬起来 收腹左脚向上抬起来 双肌带来向中间夹紧 那双手慢慢的向正前方伸直 手呢十个手指我们把它往外侧 完全的扩张张开 如果你能够控制平衡之后呢 再收腹把你的双腿 慢慢的向上伸直 眼睛呢看向脚趾的方向 那深圳的吸气 呼吸的时候呢 双腿轻轻的落下来 后背往上提高来 这一动作呢叫做瑜伽的传式 它非常的能够锻炼你的腹部 能够减少腹部脂肪 那第二个动作 我们还是一定要屈膝 然后呢让后背向后躺下来 那如果你有发际不舒适的话 你可以把它解开 调整到这之后呢 这回不一样了 我们的脚跟呢要往回靠 靠近你的臀部后侧 然后双脚呢是分开的 它大约与宽部同宽 那如果你掌握不好这个距离呢 我们可以以两个拳头的距离为限 脚呢分开两个拳头的距离 然后向下压实 脚要注意不要向两侧发八次 而是脚趾头呢朝向正前方 双手呢我们既然扶在大腿的身方 肩膀呢向两侧放松 好你先放松一次调整一个呼吸 转转的吸气 小腹推高 呼吸的时候小腹向面收紧 那我们准备再次吸气的时候 把头抬起来 肩膀抬起来 双手呢常常向上踏到膝盖 那呼吸的时候身体向后落下来 再来吸气的时候抬起来 手大膝盖 呼吸的时候向它落下来 吸气向上 呼气向下 吸气向上 呼气向下 再来一起吸气向上 呼气向下 那收着腹部 这个动作呢每次可以做10到20个去练习 有效减少腹部脂肪 那最后一个动作呢 脚的位置我们先不动 先把手指呢10个手指相扣 然后放在隔禁的后侧 你可以用手抱着头的后方 两个手肘呢我们向外侧展开 可以的话向下压到地面上 那之后呢我们把脚抬起来 收着小腹让大腿呢靠近你的胸腔 我们把你的脚背呢绷紧 双膝呢向中间夹住 并拢到一起 不往外分开 在吸气时慢慢的 我们抬起头部 抬起肩膀 让右侧的手肘呢 昏向左侧的膝盖 呼气的时候打开落下来 再来吸气抬起来 左手肘昏右侧的膝盖 呼气的时候向下落下来 再来吸气的时候 右 碰左 呼气落 吸气提左碰右 呼气落 最后一次吸气的时候 右碰左 呼气的时候落 吸气时左碰右 呼气的时候落 那刚才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是上去之后 一吸气的时候上去 呼气的时候直接下来 我们再次尝试一下 在上面的时候呢 保持几小钟 吸气的时候抬起来 右碰左 三秒钟停住 两秒 一秒 那呼气的时候打开 再来吸气的时候 左碰右 三秒钟 两秒钟 一秒钟 来呼气落下去 手肘打开 我们慢慢的把脚 脚掌弹向下出地 落回来 手指的慢慢解开 回到身体的两侧 你可以把掌心朝上 腿向前伸直 好 三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可以平躺在这里 完全的放松一下 几分钟的时间 那 受腹部的课程当中呢 这三个瑜伽动作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在练习的时候呢 呼吸一定要顺畅 鼻吸鼻呼 让嘴唇呢 完全的放松 肩膀呢 我们试着完全的打开向下 可以去压着地 那包括在练习船式的时候呢 一定要肩往外扩 胸口呢 往外侧敞开 那 这几个动作 我们有效地去减少 腹部伤度与脂肪 每天早晚各一次 我们长期的去练习呢 非常有效果 那这节课呢 我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 感兴趣我们的视频 那可以点击下方 关注我们的好视频 每日更新 等您来看哦 感谢观看